随着防疫警戒降到二级 那么中央也针对了各个场所 放宽许多的防疫规定 而到这个7月还有9月呢 都是这个阿美族的封年祭仪 岁时祭仪的时间 还有泰鲁阁族的感恩祭 那么呢都在这个有限度的范围之中 是可以来举办但是不对外开放 那么该以简单的这个 祭天祭祖祈福的方式来呈现 而5日呢这个吉安乡长游淑珍 就特别在原住民族事务会议当中 也发送给各部落一台 智能体温的酒精喷雾机 希望能够这个替部落的防疫 多做到一道的把关 吉安乡各部落头目齐聚一堂 正在进行110年8月第二次事务会议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出席 发送给乡内20个部落 各一台智能体温酒精喷雾机 我们吉安乡公所组起了一个防护网 从幼儿从巡守队 一直走到部落里面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孩子 大人部落族群都能够平安健康 今天希望透过我们头目 回去带回部落的宣导 让我们一起组成一个防疫的安全网 带来乡亲满满的健康 我们相信不只是部落 未来在任何的一个健康站 文件站甚至于我们过去 已经关怀过的巡守队 幼儿园 我们相信我们会一起来为我们 未来的每一天 做更认真努力的防疫打拼的工作 随着防疫警戒将至二级 每年七到九月的阿美族逢年祭 岁十祭仪 以及泰鲁阁祖感恩祭 都能在有限度的范围中 不对外开放 该以简单的祭天祭祖祈福方式呈现 有了这台防疫戾气 让头目们都好开心 真的是帮助很大 虽然说不很多人 我们更容易掌控 我们部落族人进来的时候的体温 做消毒的工作 对我们的部落来讲是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这个是很方便 随时来测量我们的温度 还有我们的消毒 那至于我们在活动的时候 或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都可以给我们部落所有 都可以共同使用 我想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吉安乡 我们的乡长 虽然目前疫情看似趋患 但在防疫上却都不能有所松懈 吉安乡长游淑貞 特别在5号上午的原住民事务会议中 发送给各部落一台碰雾机 就是希望能替部落防疫 多做一道把关 吉安防疫 守护部落 帅人 记者许丽琴 吉安乡报导